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研究中心 在上一集,我們透過放風箏,也就是今年校製音樂節 笛指獨奏小學中級組的比賽曲舞 來探討傳統音樂和民間音樂的辯奏手法 在今集,我們會繼續借這些傳統樂曲 來分享音樂和文化相關的議題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音樂和音樂作品之間的關係 傳統樂曲放風箏,本來是一首撒哈爾文歌 笛指演奏家馮子傳,以這首文歌為骨幹旋律 用辯奏手法,將它擴展成一首笛指獨奏曲 當我們回到樂譜時,在樂譜的右上角 我們會看到寫著馮子傳編曲,霍偉記譜 這句說話的意思是指,樂譜是在馮子傳吹奏時記錄下來的 是先有音樂,後有樂譜 而更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份樂譜記錄的並不是骨幹旋律 而是馮子傳吹奏的版本 很多傳統音樂都有類似的情況 以琵琶為例,現在畫面中看到的漢宮秋月 就是記錄了曹安和的演習版本 楊春白雪和月兒糕是韋族樂的版本 而蔡上谷就是孫月德的版本 跟《放風箏》一樣,每一首樂曲都有骨幹旋律 但就沒有一個所謂的客觀正確的版本 每一個版本都是音樂家表演時創造出來的 傳統音樂的這個特點正正達出今集要講的重點 音樂是一個過程 我們很難將它變成一首一首的作品來量化 學者Christopher Small 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Musicking the Meaning of Performing and Listening》中 仔細區分了音樂和作品之間的關係 他認為音樂是一個綜合過程 音樂作品只是這個過程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講白一些,作品只是音樂其中的一個部分 但是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經常將作品理解成音樂 將作品和音樂畫上等號 一旦我們有這樣的看法 我們就會很容易產生以下四點誤解 第一,我們會將音樂看成是單向的 作曲家負責創作音樂 將腦海裡的聲音轉化為樂譜,也就是作品 然後演奏家就會在他們的樂器上執行樂譜的指示 將音符轉化為聲音傳給聽眾 而聽眾就只是負責接收 也就是說,作曲家負責創作 演奏家是媒介,聽眾是接收 從這個單向的關係 我們可以延伸到Christopher Small的第二點 就是音樂的創作過程在作曲家手中就會完結 其中的原因很簡單 因為當作曲家寫上最後一個音符的時候 整首作品就會完成 也就是音樂已經完成 餘下的問題只是如何透過媒介把作品傳給聽眾 換句話說,創作過程只會牽涉作曲家 相反,演奏家和聽眾都沒有辦法參與其中 第三點,因為演奏不被視為創作 演奏家的工作就只是正確地解讀作曲家的意圖 和執行樂譜上的指示 所以不會為音樂增添更多的意義 演奏也都永遠沒有辦法超越作品 最後一點,作品是純音樂的存在 完全獨立於社會、文化和歷史 以上四種誤解的出現是因為我們把音樂 理解成為音樂作品 Christopher Small因此用musicking 代替music來強調音樂是一個過程 接下來,我們會以傳統音樂和這四點作比較 首先,大部分的傳統音樂 都不是單向由作曲家負責創作 之後就是演奏家之手把音符轉化為聲音被聽眾 很多時候,樂曲根本就沒有作曲 以放風箏為例,它本來是一首賊哈爾文歌 究竟有沒有原創者都沒有辦法考證 馮子泉是透過變奏家的手法 將它變成另一首樂曲 所以作曲和演奏是同一個人 在這裡,我們可以和上一部分一樣延伸到第二點 就是創作不會在作品完成的時候就結束 相反,每一次變奏都可以不同 而不同的演奏者也會有不同的版本 所以每一次表演都是創作 至於第三點,更顯而易見 因為骨幹旋律都是十分枯燥乏味 相反,透過演奏者的變奏才可以豐富樂曲 而去到最後一點 演奏者在不同的場景下重新演奏傳統樂曲 都可以賦予樂曲新的意義 最為我們熟悉的例子 是一首名為磅莊台的琵琶曲 這首樂曲 記錄在1818年教定的華視琵琶譜中卷當中 去到1895年 同一條骨幹旋律就在李方圓編讚的 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譜》出現 李方圓在原曲上增加了不少細節 亦都將這段歌曲命名為《莊台秋詩》 一說到莊台秋詩 大家就會很自然地聯想到唐迪生先生 在50年代為這段旋律抱写上曲詞 成為大家耳熟能長的帝女花裡的香腰 同一段旋律在三位創作者的手中 有三種非常不同的意義 在華視琵琶譜裡的磅莊台 我們只有一個很濃烈的畫面 在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譜》裡 這一段旋律就成為了超軍出賽的故事的一部分 在帝女花裡 這一段旋律就是長平公主和浮馬 復讀殉國殉情的一段 由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很難將這段旋律單獨來看 因為在不同的場景 不同的創作者手中 他都有不同的意義 Christopher Small用musicking代替music 用動詞代替名詞 用意就是要強調音樂是一個過程 其實 所有的音樂都不只是作品 創作過程也不會只是由作曲負責 而傳統音樂講求即興和變奏 每一次都會不同 令到音樂和作品之間的關係更顯而易見 今次這段影片到這裡也差不多 在之後的影片我們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音樂和文化相關的議題 我是中國音樂研究中心的 Joshua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